美国著名的投行高盛在2018年出过一个研究报告 标题写的非常震撼 叫能让病人治愈的商业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 意思是如果你的药效果非常好 很快把病人治好了 那你接下来还赚谁的钱 比如瑞德西福生产的吉利德 就因为药效太好彻底消灭了饼干 导致现在无钱可赚 股价常年低迷 所以就不应该把病人治好 而是让他终身服药 才是药物开发靠谱的盈利模式 为了方便看懂他们的报告 可以对照一下现实 新冠疫情持续两年多 西方药企发明了很多所谓特效药 那么这些药到底神不神呢 以当下被进口的辉瑞药物为例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 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新冠病毒治疗药物 对抑制病毒作用明显 但会出现反弹 相关科学家团队观察到 在对患者完成为期五天 也就是一个疗程的服药治疗之后 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 检测结果为阴性 但过几天后再次检测时 有病例呈阳性 如果一副阳就吃辉瑞 停吃又转阳 那不是要终身服药吗 这样暂时起作用的药 在中国一盒卖2300元 长期吃不可能报销的 那么有多少人能吃得起呢 辉瑞肯定不是特效药 否则美国新冠不可能死100多万人 不过辉瑞的药肯定是赚钱的神药 就是吃的时候管用 不吃立马反弹 为了活命 必须一直吃到死 药不能停 我国用中医药抗疫 表现在全球首屈一指 现在却向表现最失败的国家 进口所谓特效药 从中国的角度看不可思议 但从西方药企和买办的角度看 就可以理解了 这样就可以让亿万中国人 成为源源不断的摇钱树 治愈一个患者 就失去一个客户 所以让患者依赖药物 而不求治愈 才能让药企获得持续的 巨大的稳定的利润